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有一家烧肉吃到饱餐厅 标榜CP值超高 不到700块钱的价格 可以品尝到阿根廷天使红虾 还有澎湖生蠔统统吃到饱 来自阿根廷外海的红虾 烧烤过后气味非常鲜香 肉质软而多汁 而澎湖生蠔呢 是当天从产地直送 每一颗都树大肥美 而且味道很鲜甜 店家说因为他们有长期配合的船东 所以才能够压低成本 让客人用合理的价格 吃到最新鲜的食材 这家店时常人潮络绎不绝 要提早预约 否则吃不到哦 他们的种类非常多 它可以吃得很够 因为他们分量都蛮大 肉也给了很多 不会吝啬 我看他们吃得四五五次了 他们没有在烤那里吃得到刷水了 没在乱 不得太败了 客人如假如刷水的烧肉吃到饱 上百种食材任君挑选 有菲律宾蓝钻虾 北海豆大干贝 阿根廷天使红虾 法式红酒牛 日式酱烧雪花牛 嘉义东石仙科 和超大份量叠得像座山的酱烧牛肉丼 只要看得到通通吃到饱 食材很多 然后不怕客人吃 那还有就是他们的食材也很新鲜 最贵的不用到八百块 然后就有很多样都吃得很饱 像红虾 红虾好像吃三十只就已经可以回本了 一只只天使红虾 从阿根廷外海捕捞上岸 以零下45度C急速先动在空运台湾 只是全球原物料价格居高不下 要让客人吃虾吃到饱 老板林永吉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们外面的话市价大概两公斤 是大概八百或九百 那因为我们是吃到饱店 所以量用的比较多一点 有认识到就是我们一些传东 所以在价钱上面的话 我们大概会比市价在第一到两层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敢提供新鲜的东西食材 给我们的消费者 开餐厅十多年 林永吉很清楚餐饮业斗争激烈 想让客人花少少的钱吃到饱 成本一定要拿捏 代考服务也尽可能让客人满意 我会先帮他做去壳的动作 那一方面去壳完之后上去 他就省去了直接剥壳的时间跟步骤 然后也可以直接看到肉的颜色 变色之后就可以拿来直接享用 鲜美天使红虾在炙热炭火上 烧出浓郁鲜香 表面绕上炭火香韵 微微的焦香滋味特别刺激食欲 天使红虾吃到饱 虾肉烤得鲜香味浓 肉质紧实有微微脆度 给人回味再三 就是先帮我们剥虾 然后就直接上去烤了 就烤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吃 不用再自己手剥了 口感很鲜甜然后都很大吃 吃起来酸感很够 客人大口吃肉吃得相当过瘾 还有啄啄必点的黑胡椒雪花牛 在猛烈炭火上大火强力炙烧 浓浓肉香气味弥漫一整家店 奔放了火力 烧出牛肉香味让人深水大动 鲜香的黑胡椒雪花牛 轻轻用筷子夹取 鲜肉肥瘦比例匀秤 不断泥落鲜美肉汁 光无闻就让人垂涎 一口吃来软嫩多汁 咀嚼几口鲜甜滋味在嘴里融化 它吃起来很像是盐过的 而且吃起来肉很软很嫩 不会说像我们吃有的牛肉疼 烤得太硬变吃得更牛肉肝一样 像我这种身材很会吃 那就是很喜欢吃吃到饱 对那如果是超烤的话 我就会选择这一家 那第一个是他们的东西不怕人吃 然后第二个是 那个我们如果不会烤的 那他们会服务帮我们烤 服务贴心的烧肉店 让客人情不自禁 一口接一口吃到饱 味道能如此迷人 是因为这股好味道 蕴含林永吉的坚持 和小时候的美好回忆 因为外婆是韩国人 所以从小对烧肉不陌生 只是创业会选择吃到饱 纯粹想融入台湾人生活 我们是希望以量取胜 那吃闹饱也是只有 台湾特有的文化 那我觉得以这样的价格 很实惠的新鲜东西 呈现给大家 像是新鲜的澎湖生蚝 长期和熟式科农进货 所以价格相对比较低 通常我们在进货 直接大量叫的话 会比这个价格在第一个 大概三成左右 像有些客人是真的来 只吃海鲜类 天使用的像你大概吃三十只 大概就回本了 生蚝你能吃到大概四十颗 大概也就缺了 对 但通常不会有客人说 只来吃 特别来吃这几样就结束 一颗颗澎湖生蚝 在热烈火力烟熏下 鲜味香气不断飘盛 让人想好好尝鲜 炭烤熟透的澎湖生蚝 肉质白嫩嫩的 看来相当诱人 一大颗硕大肥美 一咬下肉质在嘴里喷发 肉嫩鲜甜会爆浆 味道鲜而不腥 营养丰富 难怪也有海中牛奶的称号 我刚才看那生蚝在烤的 煮动爆开 有青才会爆 没青就不会爆 吃起来很鲜甜 不会像那种夜市 路边摊的那种烤生蚝 会很怪味 要让客人吃得安心 每种极坚持每样肉品 都要亲自处理才放心 像是红酒牛肉 选用有嚼劲的牛肩胛肉 再用红酒按摩腌漬 那为什么搭配红酒 是因为我们在跟朋友聊天 或是我们小时候在 韩国的时候 有时候跟长辈们 会一起配烧酒加韩式的烤肉 那就像我们去喝啤酒一样 然后可能会吃烧肉配啤酒 切成骰子状的红酒牛 在炭火上不断烧出鲜香 浓浓肉香融合酒香气味 让人无法抗拒 色泽油亮的红酒骰子牛 烧烤7分勺散巴淡淡甜酒香气 稍微带点筋肉鲜嫩有嚼劲 鲜甜肉汁在嘴里洋溢 滋味很有层次 也不会吃得会太老 油花也不会让我们感觉到 吃得多会腻的感觉 也不会 我吃到现在也没感觉有的 会了解 太了解 让超特满意的吃到饱 能成功赢得客人芳心 烤的不仅仅是口碑 还有实际的用餐感受 我们就必须食材要清醒 然后再加上要让客人不怕吃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能够服务 不管是剥壳 然后或是剥生蚝 或是在烤一些柳叶鱼上面 可以比较受到精致的服务 大家想要吃原味 就称那个的味道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 先把它放上来之后 撒一点刚刚的盐巴 然后跟黑胡椒提一点味 然后等到它有点红色 现在的红色变得有点白色 壳变硬 然后前面有点冒泡的时候 就可以翻面 从食材到用餐品质 每一个小细节 林永吉无不为客人着想 这份真诚对待 是期望每一位客人 都能品尝到他对料理的满满用心 在台中的逢甲商圈 有一家装潢充满了 西藏风情的餐厅 老板才人拉末 是道地的藏族人 所以餐厅里端出来的藏族料理 都非常道地 像这道招牌的综合烧烤拼盘 使用了耐热高达400度高温的 泥炉来烧烤肉串 拼盘当中有小羔羊肉 有牛肉 鸡肉 还有鲜虾等等四种食材 每一道都烤得焦香入味 移送入口还有丰沛的肉汁 另外这道传统的点心叫 飞碟炸饼 这里头包了洋葱还有猪肉馅 香酥的炸饼 来上一口温烈的酥油茶 浓郁的奶香让人仿佛置身在 清康藏大草原的唯美之境 辛香味浓的西藏烤肉 在烤盘上滋滋作响 散发诱人焦香 令来自西藏的老板 才人拉末念念不忘 烤肉串之叫 炸饼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有些是炒的 还有有些是就是烤的 说起国语略带口音的拉末 手做的料理全是小时候回忆 台湾少见的西藏烤肉 是他从小和家人聚餐的美味 烧烤之前会涂上香气浓重的辛香料 有放花椒 然后放蒜头 然后我们还有放一些自然 还有一些别的香料很多有放 鲜红色的腌料涂抹在羊肉上 再用铁串将羊肉一块块串接 送入桶状的泥炉慢慢烧烤入味 里面是用泥土去做的 然后外面我们现在是比较漂亮 就会用铺锈钢去做嘛 然后它里面的温度是可以到400到500 烤牛羊的话就是尽量越低 因为它比较小只嘛 就可以 它就比较快会锁 肉串在烤炉里烤得滋滋作响 外表油油亮亮逼出鲜美肉汁 挑出来的阵阵肉香 光看就知道这滋味有多迷人 招牌的综合烧烤拼盘 一次能吃到鸡肉羊肉牛肉和虾肉四种滋味 虾肉裹上鲜红酱料 味道咸香充满孜然的香味 口感脆嫩又新香 羊肉一入口焦香柔嫩 尝得到炭火的香韵 令不少异乡油子怀念起家的味道 烤的是那个木炭烤的 所以那个香料那个鸡肉里面 那个羊肉里面 那个烤的话那个它的味道 很会进去里面但拿出来在烤的时候 蛮香的 羊肉我觉得蛮惊艳的是它没有羊烧味 而且它蛮软的 对有一点入口即涌的感觉 品尝西藏烤肉还会搭配 现点现做的传统点心 飞碟炸饼 我们飞碟炸饼西藏话叫 我们里面材料就是放牛肉 就是用牛肉扎实牛肉搅牛肉 然后牛肉不能搅得太碎 我们就是玉丁又有点嚼劲 然后里面加洋葱 一颗颗飞碟炸饼 随着滚烫热油炸出一身金黄 弥漫出香浓的面香以及肉香 令人食指大动 形状宛如小飞碟的西藏飞碟炸饼 是西藏人专门款待好朋友的手工点心 中间摆入番茄洋葱酱 炸饼炸得圆鼓鼓 一入口表皮香脆 内馅充满洋葱和绞肉 香气四溢 味道相得一张 吃下去的时候很惊喜 它就是它也不会干 它下去就是多汁的 对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肉啊 就是摊杂一些洋葱之类的 让人家吃的还想再一直吃一直吃 令人意犹未尽的西藏料理 就会在台中逢甲商圈巷弄 门口挂上藏族人 象征吉祥如意的五彩风马旗 场面更画上代表祝福的民俗图腾 让人一走进店内 就能感受浓浓的边疆民族风 就是吉祥节的话 上面是摩尼堡 旁边两个是那个鸟 我们西藏的那个佛局 佛教地里面有鸟 八吉祥里面是吉祥节两花嘛 海螺啊 宝拼啊 还有法轮啊 还有宝伞 宝盖这些 就是希望都是客人来到这样 就是希望让他们吉祥 吃饭后就觉得感觉很舒服 在后厂长厨的拉末 小时候跟着父母来台湾 起初生活不避 只能贩卖藏传佛具为生 开个西藏美食 跟西藏跟印度 因为我们是在印度出生长大的藏族人 想要分享一些西藏跟印度美食 来分享给我们台湾人 香浓温醇的苏油茶 就是藏族人抵御酷寒的养生饮品 在西藏使用梨牛奶制作 但台湾不产梨牛 则改用牛奶以及含盐奶油取代 苏油茶的话就是 就是我妈妈的最爱